调查上海近百套老破小为何一夜卖光 谁在抢购 房龄已尽而立 控制七年之久的老破小 为何会在降温的上海二手房市场引发疯强 这起热点事件背后疑运重重 93套房产抛售的消息 最出外自于网络 在这个故事里 一位上海房书乘着房地产税 前夜将持有93套老房子抛售 28年间房价翻了100倍 扫地僧房书套现4.5亿元潇洒离场 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业主对于这批房源的情况 提出了不一样的说法 有居民表示 早年间世贸集团拿下该地块时 浦城小区和周边几个小区也包含在内 后世贸滨江花园的超高层设计 提升了整个地块的溶积率 故而地块中的其他片区只能建造低密度住宅 后拆迁工作迟迟未能有效推进 其未同意收购的原因是 拆迁和收购补偿标准存在差异 刷屏成了序幕的开端 在中介朋友圈的狂轰漫炸的介绍里 这批房源被贴上内环内陆家嘴 一手无税费 无中介费 低总价等标签 每个中介都试图将手中的客源导流于此 希望提升成交率 15日要 前来采盘的中介将小区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为了让自己的客户尽快确定意向 中介们提前将客户们带了进来 越来越多买家拥挤浦城小区 那是这个老旧的小区 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场景 销售中介对于这场抢购也颇为慕名 在他们看来 浦城小区在板块内毫无优势 主要是其他板块的购房者 不了解该小区的定位 仅凭着陆家嘴级 自认为低价的心理就发起认购